大家好 欢迎收看 冒声说 昨天晚上讲课的时候 突然想到 其实现金流就像我们的神经线一样 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可是哪天我们不能吃饭了手脚不麻利了 就知道神经出问题了 从资金的来龙去卖 固定资产 存货 企业的产品等等 不过都是现金的变身而已 形势在变 但是原神不变 下文是我在书的第五章 如何看透企业的经营情况 写过的内容 大约三千字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三张报表 是怎样形成的 以及资金在企业是怎样循环的 一 资金的来龙去卖简介 我们每个人早晚都得面对 三个终极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企业的资金 每天都在面对两个终极问题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为什么企业的资金 不用考虑我是谁的问题呢 因为他的身份企业 早就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是前世现金流逝生命线 是维持企业经营必不可少的血液 是企业每天忙忙碌碌 所求的结果 是现金为王里面的 比净利润还重要的王 如上图所示 企业的经营过程 回答了钱从哪里来 又到了哪里去的问题 资金以股东权益或负债的身份进入企业后 会流转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不同环节 并且在不同的环节 资金都有不同的名字 在生产环节 它可能叫固定资产 在销售环节 它可能叫销售收入 在跟随着企业的经营过程走了一圈后 资金最后有两种归宿 一种是以现金鼓励的身份 被分配给股东 从而流出企业 另一种是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 被留存在企业里 企业会邀请它再次出山 参与新一轮的资金循环 资金参与企业实际运作的过程 也是资产负债表上的 会计科目形成的过程 这些会计科目 又组成了我们前面学习过的财务报表 下面我们就以老王开的包子铺为例 从筹资 投资 运营和资金的 分配四个环节入手 看下资金在老王包子铺 是如何流动的 及资金在包子铺的来龙去脉 二 资金的来源 负债类科目和权益类科目地形成 老王终于将开包子铺的想法 转化成了实际行动 并拿出自有资金600万元 作为包子铺的启动资金 这600万元 会以实收资本的身份 出现在包子铺的资产负债表上 属于权益类科目 可是很快老王就发现 600万元的启动资金太少了 不足以支撑起 他把包子铺做大做强的梦想 于是 老王决定去跟好兄弟张三 借款400万元 张三二话不说 就给老王转账400万元 并告诉老王一年后 再还款也不迟 于是 这400万元就以长期借款的身份 出现在了包子铺的资产负债表上 万事俱备 只欠黄道吉日 资金到位以后 老王终于等来了开业大吉的日子 老王包子铺便在鞭炮声中开张了 三 资金的投资 运营与分配 资产类科目和利润表科目的形成 老王使用启动资金经营包子铺的过程 也是投资并组合各类资产以及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过程 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类科目和利润表上的科目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 一 资产类科目地形成 包子铺开张以后 老王开始了各种投资类的活动 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内投资 购买生产包子要用的机器设备等 从而形成了资产负债表上的固定资产 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外投资 控股了另一家包子铺 老王打算跟这家包子铺 风雨同舟长相守 于是报表上就多了一个叫做长期股权投资的资产 生产设备调试完成以后 老王开始采购原材料 生产了很多以包子铺为代表的半成品 和以及十大包子为代表的产成品 并开始对外销售这些半成品和产成品 当初筹来的一千万元的启动资金里的某些资金 此时就会以存货的形式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存货其实是占用了公司资金 但是还没有变成现金的资产 因此企业要想提高公司现金周转速度的话 就得想办法尽快把存货卖出去 并把货款收回来 在销售商品的过程中 很多利润表上的科目随之诞生 二 利润表科目地形成 包子铺的利润表科目形成的过程 也是包子铺进利润的实现过程 老王的包子味道不错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现金回收特别快 利润表上的销售收入蹭蹭往上涨 这些收入 在扣除包子铺的成本费用之后 剩下的是包子铺的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加上各类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控股另一家包子铺取得的投资收益 得到的是老王包子铺的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在缴纳税款以后 得到的是包子铺的净利润 包子铺的净利润 在给股东老王发放了现金鼓励 以及提取了盈余公积金后 剩下的是未分配利润 这些利润表上的未分配利润 会重新作为老王的股东权益 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权益类科目 未分配利润中加入到新一轮的资金循环里 所以说资金在企业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 而是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 从股东权益中来到股东权益中去 如下图所示 三张报表之间存在很多勾集关系 资产负债表连着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 就像用两只手牵着两个孩子的大人 一边牵着一张表 利润表最下方的未分配利润 跟资产负债表右下方的未分配利润 是连在一起的 现金流量表的最后一项是 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该金额的增加或减少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就是货币资金的增加额或减少额 四、资金的来龙去脉 现金流量表科目的形成 现金流量表本就是反映了企业资金来龙去脉的报表 因此 资金在现金流量表上的表现形式 不像在其他两张报表那么含蓄委婉 而是简单直接地用类似某某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这种风格的会计科目来表示了 一、资金来源在现金流量表上的体现 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看 老王投资的600万元启动资金 属于筹资活动现金流中的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而张三借给老王的400万元 则属于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它们都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看 老王包子铺卖包子收到的现金 应该放到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这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看 老王包子铺控股另一家包子铺收到的投资收益 应该放到哪个科目里呢 我们在上一章学习分析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讲过这个知识点 这些投资收益属于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属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二、资金流出在现金流量表上的体现 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看 包子铺购买机器设备 花的钱属于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另一家包子铺支付的现金 属于投资支付的现金 这两个科目都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看 包子铺购买米面肉菜等原材料所支付的现金 要放在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所支付的现金这个科目里 它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看 包子铺给老王发放现金鼓励所支付的现金 要放在哪个科目里呢 这个知识点我们也学过 这些现金属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要放在分配鼓励、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五、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 从看懂资金的流动开始 如下图所示 企业经营的过程也是资金流动的过程 资金进入企业之后就会开启奇妙之旅 参与到企业的各种运营活动中 并在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则形成了财务报表 同时 会计科目和财务报表都是资金在企业奇妙之旅的见证人 他们会以数字的形式记录 并反映资金在企业内部的流动过程 同时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做出反应 不同报表上的会计科目之间之所以是相互联系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由企业的资金流动产生的 就拿老王包子铺来说 不同的会计科目 其实都是老王和张三合计投入的 一千万元的初始资金的变身 虽然资金参与的经营环节在变 资金的形式在变 但是资金的原神和本尊没变 比如说 长期股权投资其实是用现金换来的其他类别的资产 存货是包子铺用现金换来的原材料 半成品和产成品等 有一天 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参说 曾参呀 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 曾参回答说 是的 孔子走出去后 其他的学生就问曾参这个根本的原则是什么 曾参回答说 夫子的学说只不过是中和数罢了 无道一以贯之 对孔子学说来讲 那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中和数 对企业经营来说 那个一以贯之贯穿企业经营始末的东西 就是本节反复强调的现金流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